佛陀为大众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应积斗教法无高下 法无高下 应积为上 佛陀设八万四千法门 是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 佛陀说法善于观积斗教 因病与药 佛陀的一切教法都是修行实践的依据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应该心领神会 心知肚明还知道 其舍和兼助政令跟何时放下 之间的问题 这个个中之位 可能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可是也要因为实解因缘 或是每一个人的学习的状态来决定 这个或许我们在道场里面 老师傅在教地址里面的 观积斗教的概念 法无高下 应积为上 什么是最好的法 什么是比较贴切的法 其实它不尽然 如果法本来就是平等的 它真的没有高下 那这个态度和这样的认知 你因应各种类型的对应 到后来它也可以提供 让我们自己能够认识平等法 和平等心和清静心 初学佛者想要进入佛堂奥秘 可从信解行政四个次第来实践佛法 信就是信仰 解就是慧解 行就是修行 正就是印证涅槃解脱 这是修行的最后目标 也是政务的最高境界 史方新闻 黄慧萧瑞峰高雄采访报道